皇帝抱着太监裸衣狂欢 宫女当宰相统治天下 这不是小说 这是我国的一段真实历史 连嬴政都忍不住吐槽 这玩意居然都能传三四代 今天带大家见识下 上下五千年最荒唐的政权 五代十国的南汉 建立南汉的皇帝叫刘衍 这眼子可是他自己生造出来的 您猜啥意思 这刘衍压根不懂治国 却痴迷算卦 一会儿算着自己名字不吉利得改 一会儿算出 某大臣有二心就得杀 一会儿又算出 某地会有农民起义 必须赶尽杀绝提前镇压 而且他还有个癖好 就爱看别人受刑 受刑者叫得越惨 他越兴奋 甚至能兴奋地流口水 简直让人受不了 正所谓有啥爹就有啥儿子 刘衍的儿子刘衍 更是个超级大变态 他极度好色 他爹刚闭眼 丧气都没过了 他就召集一群太监宫女 饮酒作乐不说 还裸衣狂欢 在宫里玩腻了 就跑去青楼 跟哥妓们彻夜鬼混 更可怕的是 刘宾连大臣都不放过 所有求见他的臣子 必须拖得金光才能进宫 这情节 海棠文都不敢这么写 害得亲弟弟刘胜 从小就没怎么穿过衣服 终于忍无可忍 把他给干掉了 刘胜呢 可能是小时候 被哥哥欺负惨了 他的爱好 居然是打造地狱 弄出个开水锅 铁落床 砍刀 木驴等恐怖刑剧的牢房 看谁不顺眼就扔进去 活脱脱一个阎王爷在世 不结如此 他还把哥哥的女儿们 全收到自己后宫 整天喝酒作乐 根本不管朝政 皇帝不管事 那天下谁来管 刘胜直接让宫女当宰相 太监坐视中 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他这奇葩操作 被儿子刘畅学得彻彻底底 作为南汉的末代皇帝 刘畅颁布了史上最荒唐的照例 欲想当官 必先自宫 一时间 南汉的文武百官 纷纷挥舞起了手中利刃 朝中宦官数量多达两万 堪称世界奇观 皇帝都封成这样了 国家不灭才怪 公元971年 宋太祖赵匡印 率兵拿下南汉 这个癫狂王朝 总算完完了 不过这皇帝流场下场还不错 主动投降后被赦免 死后还被赵匡印封了太师 追封为南越王 只能说人家命好 咱只有羡慕的份